欸,貝多芬有歌唱的一面 他有很能打動人很溫暖的一面 哈囉,大家好,我是鋼琴家汪毅文,Evan 這三個壽名曲其實是我一直想做的一個project 這次覺得陳炳是一個非常好可以present最後三首壽名曲的一個場合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貝多芬可能就是命運交響曲 但是我覺得晚期壽名曲它的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貝多芬其實假如從他早期到中期的這些作品 常常會其實哼不太出他的旋律 就算是命運交響曲,他都是節奏感很強 然後一直感覺貝多芬他在變魔術 就是你給他一個最精簡的細胞核 或者是一個最小的一個單位 他可以變出很多不同的魔術 插管期壽名曲雖然也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是相對起來更抒情 那我覺得是因為貝多芬晚期其實一直嘗試把很多對立面的東西整合起來 加入了很多哲學很多他思想上面的東西很濃縮 那我以前其實只是因為覺得好聽就覺得他 貝多芬有歌唱的一面 他有很能打動人很溫暖的一面 我們之前知道的貝多芬可能都是 英雄主義就是我要戰勝自己 那他晚期的作品就比較像是很多反思的特質 精神上的一種生活 我覺得都可以從他美好的旋律 或是非常動聽的旋律開始入書 他們都真的非常好聽 然後其實這些作品也是 為什麼有人說貝多芬是跨時代 我覺得他已經超越了那麼多 我覺得是找到一個方式 跟不管是跟自己或跟這個世界和平共處 或許不一定要有一個很黑或白的答案 很像是極端中間的地方找到一個平衡 因為他的終極重鳴曲 其實就是有點想是要證明自己 然後有時候感覺你要一直衝一直衝 然後就是證明我是最強的 我是最厲害的 我常常會想說 在生命的鏡頭有什麼在等著我們 那我覺得音樂其實很多部分都是在講人生的事情 就透過不同人的人生來想想自己的一些感受 自己的一些回憶或者是憧憬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很能觸動大家的 然後也不是只是很像古典音樂師聽不懂的 其實你只要願意打開你的心胸或者是聆聽它的話 其實它慢慢走進來 所以我就想要這樣子來邀請大家 到時候來跟我一起分享這 我非常喜愛的最後這三首鋼琴奏鳴曲 我們Please請大家今天的回憶 看看這首鋼琴奏鳴曲 我們來一次的一首鋼琴奏鳴曲 我們一起參加一首鋼琴奏的 這首鋼琴奏鳴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